歡迎收看10月12號的台式晚間新聞 我是劉玉涵 新聞開始帶您掌握最新消息 今天是國慶年假第三天 但是在花蓮市公園路金華地帶 金三角商圈下午突然發生了大火 火勢又猛又生 總共造成期間住宅 包括有80年歷史的知名豆干老店 也遭到波及了 這場大火延燒了將近兩個小時才被撲滅 還造成附近住戶大停電 被視為61年來最強的哈吉被颱風襲擊日本 提醒要往來日本的民眾可要多加留意了 因為東京兩大國際機場在下午都是停止起降 也導致國內有不少往返日本的班機都被取消了 光是12號今天就取消了超過54班 預計有上萬名旅客都受到影響 而桃園機場在今天早上就有近百名的旅客 他們是到了機場才發現 臨時被飛機取消了不飛 因此只好是來到櫃台辦理推換票 也要提醒旅客不但是今天的長榮 古航還有日航跟國泰 他們也都已經確認 明天取消部分的日本航班 最新消息 哈吉被颱風在台灣時間晚間6點鐘 已經從日本近岡縣的伊豆半島一帶登陸了 哈吉被颱風威力強規模又很大 登陸之後在日本各地已經造成嚴重災情 尤其是在關東地區受災是最為明顯的 其實今天早上在東京近郊的千葉縣已經刮起龍捲風 其他地區包括神奈川 靖岡還有三重縣等地 也是到處洪水氾濫 而截至傍晚為止 總共已經造成一個人死亡 一人失蹤 還有36人受傷 當局也對14個地區發布了土石流警報 來到台灣要來關心路況了 延價即將進入尾聲 今年中午過後 在國道上開始出現了北返的車潮 而九大塞車路段的車速都是相當緩慢的 尤其是在國道5號這及時路況一路紅通通 還有部分路段一度呈現紫暴 時速低於20公里 那麼高中局預估可能會一路塞到深夜12點鐘 而且尖峰時段的行車時間還會是平常的7倍左右 而明天收假日禮拜天了 雖然整體交通量沒有今天來得多 但是也預估在國道5號的部分 還是會從早上10點鐘一路塞到傍晚5點左右 建議要北返的民眾可以改走替代道路 街頭藝人雖然經常搞笑演出要帶給大家歡樂 但是提醒您看表演的時候 還是要給予他們基本的尊重 一名藝術工作者大漢 他在新北市淡水街頭表演行動雕像 沒有想到當時來了一個觀眾 只投了三塊錢打賞那就算了 他還瘋狂來找茬 甚至打了大漢一巴掌 氣得大漢當場也回擊 我們實際找到大漢要還原始發經過 他說他當時的腦袋實在是一片空白 但是回去真的很受傷 哭了一整個晚上 他說巴掌打在臉上沒有紅 但是他的心理真的很難過 接下來這名動手的男子 他會生氣居然只是因為擠不上電梯 台北市西門町附近的KTV門口 在凌晨爆發衝突 一名K到竹聯邦的分子喝醉了要離開 但是因為電梯客滿了 剛下在裡頭的人提醒他要不要等下一班 沒有想到他覺得自己被嗆瞎 居然氣到拿出彈簧刀攻擊 還一路追砍到一樓廣場 連警方到現場要壓制時 他還繼續的不斷大聲叫手 好 那是環場變了調 最後也是狼狽的被警方給撂倒 苗栗市區這一間連鎖KTV 在昨天凌晨發生了暴力衝突 當時兩邊的人馬有將近30個人 他們喝了酒之後就在走廊上大聲互嗆 警方獲報出動快打部隊 要求他們可不可以把音量降低 沒有想到其中兩個男子不理會 居然還朝著遠景表馬髒話 在過程當中爆發激烈拉扯 而警方擔心場面失控 當場將人壓制在地 自己違規被開了罰單 居然還怪警察追車 高雄名男子去年騎車時違規紅燈右轉 還加速逃逸 那麼事後遠景就依照闖行人道 還有闖紅燈 違規右轉扭打方向等等 總共是對他來開出了五張 一共是24700元的罰單 還要吊扣駕照六個月 沒有想到這名男子還不服氣 繼續提起了行政訴訟 他還說警政署有規定 警察實際領檢時 應該要遵守比例原則 所以他認為遠景追車是執法過當 但是法官認為證明騎士當下 只要停車受檢不就好了嗎 因此不會上訴定驗 狠狠打臉的證明違規的騎士 連續假期居然在民宅裡頭 開啟毒趴來了 剛從左營區 一間大約30瓶蛋的民宅裡頭 居然擠進了40個人在狂歡 但是因為開的音樂非常大聲 吵到附近居民 警方擴報破門攻堅 居然是當場搜出了毒品開他命 還有喝下肚之後 會昏睡不醒的神仙水 一名男子喝醉了 他聽到別人在講電話時 表馬髒話以為是在嗆他 火大上前理論 結果雙方爆發口角 還慘遭對方撂人前來 拿棍棒圍毆 新美市警方後報趕到現場 雖然這名被害的男子 酒醒之後 他自認倒楣不打算追究 但暴力攻擊就是不對 兩個嫌犯最後還是被依法送辦 國慶日 新美市新店碧壇大橋 懸掛了國旗 要一同慶賀 沒有想到現在卻被民眾發現 怎麼被人給惡意破壞成這個樣子了 斷的斷 亂丟的亂丟 還有的居然被插在水溝裡頭 這一整排24面的國旗 旗桿幾乎是被攔腰折斷 警方現在要掉越監視器 全力追查 船長中風 海巡署是出動了艦隊來救援 日前一名漁船的船長 他到鵝鑾鼻東南方的海域作業時 疑似出現重風的情況 需要緊急就醫 海巡署接過消息 緊急派出了南投艦前來搶咒 雖然艦隊跟這個漁船的距離很遙遠 而且當時海上又很惡劣 但還是在兩天過後 跟漁船會合 將船長候送 由國防部黑音直升機進行吊掛 最後順利將人送醫就職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又對綠營開炮了 先前民進黨主席卓榮泰說 民眾黨的立委提名 根本是採取了要對綠營的報復心態 不過這番話卻讓柯P很不客氣地回擊 說自己雖然是外科 不好意思給他精神上的診斷 但其實被害妄想症就是這個樣子 柯P也說 現在綠營現在的選戰策略 是七分打科 三分打韓 但對此中他也再次隔空回擊了 只說民進黨現在是十分要保台 沒有誰打誰的問題 天號蔡1090在年底 即將在台北小巨蛋一連開場六場 而演唱會的門票今天開賣了 一如預期真的是被搶爆 搶得有多誇張呢 當時在線上同時有高達22萬個人在搶票 而且才花了短短三分鐘 這六萬六千張的票通通被秒殺了 而這一次主辦單位為了防堵黃牛 還特別出了考題要考考大家 甚至連酒令NV裡頭的細節都拿出來當成是考題 不過這些黃牛們也有做功課 最後還是被他們拿到票了 在網路上甚至喊出了十倍的售價 不但最便宜五百元的座位喊到超過五千 一樓特區原價才4900元 現在喊到十萬元 您不能不知道來看到 美食外送平台現在很夯 但是也衍生出不少嚴重的交通問題 像是外送員 他們經常在熱門時段違規停車 或者是趕時間想要拿獎金 所以就超速闖紅燈 導致車禍不斷發生 現在台北市政府打算要規劃外送臨庭區 雖然不少外送員他們都是很贊成的 但是警方也說了 其實在市區道路 連停車位都是一位難求 現在還要另外再化設空間 執行起來真的是不太容易 住在民宿被要求換房間 怎麼像掉進陷阱里一般呢 一位曹小姐投訴說 她趁著連假期見到花蓮玩 提早一個月她就已經訂好民宿了 房間長得是這個樣子 但是入住當天早上 老闆娘打電話給她說 因為他們隔壁房間住的房客滿吵的 希望他們可以換個房間 那麼當下曹小姐以為 這個老闆娘可能是出於善意 所以馬上就答應了 沒有想到換到的是 這間比較陽春型的房間 跟原本的房間比起來 落差真的是蠻大的 所以當下曹小姐也很生氣 詢問說可不可以換回原本的房間呢 沒有想到老闆娘去告訴他們 已經賣給別的房客了 必須退款1000元作為補償 出去玩也要當心會有爬手出現 台北市市林夜市觀光客很多 但是最近就出現了一名劫財道 它是專門在停車場的附近逗留 只要一發現有逛夜市的民眾 他們把東西暫時放在機車腳踏板上 他就會快速下手全部偷走 嫌犯是一名大約5到60歲的男子 而這次犯案居然還是在市林警分局的對面 行徑非常的大膽 自己去採高麗菜一顆只要10元 因為盤商收購價格太低了 讓雲林胡為有菜農就在禮處上公告 說11號到13號為期三天 每一天的下午2點到6點 要開放讓民眾自己來採高麗菜 而且一顆只賣10元 果然吸引大批民眾 都利用國慶連假前來搶便宜 不甘心韓國瑜的民調持續落後 韓正營裡頭的孫大謙喊出 要追回跟蔡英文的民調 10月底揚言要出現黃金交叉 而對此朱立倫在今天也給出了兩點建議 一個就是不要再往內互打了 另外一個就是要走出同溫層 至於黨中央則是規劃兩個網路節目輪番上陣 要主攻年輕族群 民調想要追出黃金交叉 但是蔡總統也在持續的拼正機 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綠能產業 而國內第一座示範離岸風場 預計今年底就會商轉 首支離岸風電機裝也在今天亮了上 總統蔡英文出席啟動儀式時 他也特別提到了 離岸風電產業可以創造出1.2兆元的產值 還有2萬個工作機會 到了2025年綠電比例 還可能會達到20% 那麼他也說了 不缺電已經不是一句話 是不爭的事實 蔡總統想要拼連任 但是副手到底是誰呢 難道蔡賴沛真的有譜了嗎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將要到美國來幫蔡總統助選 讓蔡賴沛何時成進局備受關注 不過現在賴清德的子弟兵 也就是立委林俊憲 他在台南市區搶先掛起了這幅 跟蔡賴同框的競選看板 讓人有著不少的想像空間 台視新聞看世界但您關心 哈吉北颱風在台灣時間晚間6點左右 已經從日本近岡縣的 易豆半島一帶登陸了 狹帶豪大雨跟時速216公里的強風 還被當地氣象主播形容 像是巨大的龍捲風一般 日本氣象廳對62萬人下達了撤離令 而另外還有將近800萬人 住在建議撤離區之中 不過屋漏偏逢連夜雨 在當地時間的傍晚6點22分 千葉縣南部還發生了規模5.7的地震 最大震度達到4級 連帶大雨恐怕也會引發嚴重的土石流 加州洛杉磯北部的邊界發生了野火 而且大索還席捲民宅 讓多條道路被迫關閉 吞破了好幾千公頃的灌木蟲 炙燒也造成一個人死亡 10萬位居民被迫撤離 而這些洛杉磯大火又被稱為是馬鞍火 只發生在當地時間10號晚間 到11號中午為止已經燃燒了大約3035公頃的面積 猛烈程度還在南加州看起來是非常罕見的 當局指出有一個男子沒有遵守疏散規定 試圖要撲滅自己房子的火焰 結果心臟病發因此死亡 而非常乾燥的聖塔安納峰 從東部的沙漠地區吹入了洛杉磯 引發這一次的大火 滿火迫使大約2萬3千戶的房屋 還有10萬位居民都收到了緊急疏散命令 美國總統川普11號表示 美國跟中國已經達成了相當可觀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兩國現在非常接近結束貿易戰 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也說了 原定在下個禮拜二15號會生效的2500億美元 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將會暫停實施 紅紅社也報導表示 美中已經開始貿易修展 美中貿易談判的好進展 寫在兩國談判代表的臉上 美國總統川普週五在白宮會見中國大陸談判代表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宣布美中已經達成相當可觀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劉鶴還遞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私人信件給川普 川普預計在下個月的智利APEC峰會 和習近平簽署第一階段協議 整整18個月的貿易談判 由川普取得第一場勝利 雙方在智慧財產權金融服務與農男兵采購方面達成協議 中方同意采購400到5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 美中雙方也就貨幣與匯利議題達成共識 不過針對香港反送中問題 川普僅僅表示香港的示威活動正在減退 說到美中協議的激勵 道琼以上漲319點作收 終止連三週的跌勢 儘管美中已經接近結束貿易戰 不過12月生效的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則則表示 川普還沒做出最後的決定 立下編譯 歡迎回到台式晚間新聞 由全球最大3D印表機 印出了3D列印船 10號在美國美英州公開亮相 並且完成了下水儀式 這讓打造了美英大學 一口氣得到了三項金石世界紀錄 索令台式晚間新聞 俄羅斯一名身價要400億台幣的富豪 日前演講分享他的成功之道 演講到最後他說 他要送出演講費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兩萬美金 隨後天空就飄下了鈔票雨 休息一下 還有點來看到 這隻小五尾熊 是不是認錯媽媽了呢 居然緊黏著狗狗 可愛的畫面馬上回來 明天各地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但是日夜溫差比較大一些 早出晚歸別忘了嫁件外套 詳細的天氣預測帶您快來關心 北威力區 新北市多雲到晴高溫30度 台北市多雲高溫29度 基隆會下短暫雨24度到28度 而桃園 新竹 苗栗 氣溫在22度到31度之間 中午地區各地都是多雲到晴的穩定天氣 在台中 昭化跟南投 高溫有機會到32度 雲林嘉義 氣溫則是24度到32度 往南走 台南跟高雄都是多雲到晴 高溫來到31度 但是屏東的降雨機率有70% 平東的高溫有機會到32度 日夜溫差比較大要特別留意了 東半部地區 各地都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靠近山區的地方會下一點雨 降雨機率10% 而高溫大約在29度30度左右 外島地區 連江多雲23度到28度 金門跟澎湖則是多雲到晴 氣溫25度到31度 澳大利亞一隻狗狗 被一隻小五尾熊誤認成是媽媽 結果這隻小五尾熊 施展愛的抱抱緊緊抓著不放 讓狗狗看起來好無奈 可愛的畫面 希望最後跟您一塊分享 同時感謝您收看 今天的台式晚見新聞 我是劉宜涵 我們再會